不用航母战斗群 山东舰孤身威慑菲律宾 为何要用大炮下菜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在中国与菲律宾就仁爱礁 仙宾礁等海域领土争端 进行博弈实际 观众一家商业卫星公司发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那就是山东舰单独前往菲律宾近海 在距离李宋岛200海里处巡航 台湾地区的媒体声称 山东舰此行意在威慑菲律宾 且活动位置选在了菲律宾以装备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射程之外 据这家商业卫星公司推设 山东舰在几天前离开了南部战区海军的某军港 刻意靠近李宋岛似乎有些杀机用牛刀 或者说是用大炮下菜机的味道 据推测 山东舰未来的活动有两种可能 一是继续在南海执行战备巡航和训练任务 二是在以南海活动的055万吨大区以及052D驱逐舰 在南海完成编队后 在前驻巴士海峡到达西太平洋展开训练 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次山东舰在南海既是顺势而为 也有向菲律宾展示力量的意图 当然 山东舰在2024年的首次出动 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的训练 以及与美军的互动都将备受关注 如果说山东舰前往南海并不令人惊讶 那么其实单独前往仍令许多人感到困惑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首先 对付菲律宾这样的对手 山东舰单独出动已经足够了 这些解放军向美军展示力量时 需要出动航母战斗群完全不同 菲律宾是一个连超音速战斗机都没有的国家 其最先进的空中作战力量 无非是FA50轻型教练战斗机 而且数量也很有限 山东舰出动四架左右的歼速箭载机 就足以在距离菲律宾海岸线200海里范围内 建立起绝对的制空权 第二 虽然山东舰没有护航编队 但放眼整个南海 至少有十几艘中国军舰在该地区活动 这相当于为其提供护航了 此事再次证明 中国海军对南海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根据之前的报道 中国这段时间在南海活动的军舰 包括四艘055万吨大鞠 一艘075两栖攻击舰 一艘072型登陆舰 以及多艘052D驱逐舰 054A型和056型护卫舰 他们不以山东舰一起活动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能进行协同 中国海军的舰艇 在南海已经建立起了绝对的军事优势 这是三冬舰能够单独前往威慑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 在美国航母从亚洲撤离 前往中东执行任务的当下 三冬舰的南海足以支撑起中国海军 在该地区建立制空权的需要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三冬舰单独前往南海 的确显得有些孤独求败 你甚至可以认为 美国航母在南海的空框期期间 三冬舰故意单独在南海活动 就是对美军航母力量相对衰弱的一种讽刺 第四 正如前文所述 三冬舰要在南海以其他的舰艇完成编队 我们正在训练一种临时编组航母战斗群的模式 航母战斗群可以是从军港出发时 就相对完整的编队 这里面包括防空舰 潜艇 护卫舰等等 也可以是让不同舰艇从不同的军港出发 最后在南海会合组成全新的战斗群 这种模式对参与训练的各种舰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总体而言 三冬舰这次前往南海训练 很可能不是专门为了菲律宾 但其所带来的震慑效果 无疑是额外的收获 然而对美国和菲律宾来说 如何适应中国航母在西太平洋 以及南海地区的活动 且无对手的局面 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